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在网上淘到了一款非常便宜 同时又物超所值的一款定焦人像镜头 我一直想给我的相机配一款能够长期使用的定焦人像镜头 我对定焦人像镜头的一个理解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光圈值 做工比较扎实 其次是全金属的一个镜头 这样它也能够增强耐久度 然后正好我也是在风鸟论坛里头 有人推荐有一款非常便宜 可玩性很高 这样的一款镜头 八语怪格里奥斯 而是一款前苏联的镜头 据说这款镜头的年龄可能比我的年龄还要大 历史的原因它非常非常的老了 所以现在是不可能买到完全全新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我买的这一款是75星的一个橙色 和店家一再磨了一下价格 把价格砍到310块这样的一个价位 我觉得是已经非常合理了 光圈值最大是F2.0 焦段是58 它有三个变焦环 一个无级变焦环 然后上面是一个锁焦环 这里还有一个微调变焦环 底下是一个转接环 因为它是一个前苏联的镜头 在那个年代它不可能有数码单反 或者说数码相机的接口肯定是不可能完全对接 然后这个店家它自己也去订做了这样的一个转接口 我的相机正好是富士的XT1 所以对应的这个是XF口 然后顶部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遮光罩 它也是全金属的 这个也是店家自己后来定制上去的 我可以这里把它拆开 可以听得出金属磨叉的声音 这个镜头本身非常的重 当然它的这个做工和精密度 可能跟德国的一些镜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不得不说前苏联的这款镜头 它至少在外壳上的用料还是非常的扎实 可以听一下 非常厚的这个金属 这在现在600块以下这个价位 你是不大能够买到如此厚的这样的一个金属做工的镜头 同时呢这款镜头它不仅是有一个很大的光圈值 可以方便你在拍人像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虚化效果 更让我吃惊的一点是它竟然可以拍出玄焦 这个是在600块以下价位的这些定焦镜头当中很少见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用这款八语怪格里奥斯 配合我的这个XT1在这几天拍的一些样张 所有的照片都是直出没有经过任何的后期调色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格里奥斯这款镜头 它的成像很锐利 同时有一股很浓的得位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一款俄罗斯镜头怎么会拍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后来查了一下 据历史记载 这款镜头就是当时二战的时候苏联占领东德 然后就在卡尔赛斯的工厂里头制造出来 虽然材料和用料和德国的一样 但是工艺上面相差很多 所以大批量的生产价格也大幅的降低 而且这款镜头据说内部的几块镜片 还真的就是赛斯镜片 我这样一想的话我花了300多块钱的价格 我竟然买到了赛斯的镜片 我觉得实在是太划算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个时候的赛斯工艺 跟现在的赛斯工艺 又是两个档次了 格里奥斯这个镜头 我买来使用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也来谈一谈对这个镜头的优缺点的划分 首先是这个镜头它本身的胶内的成像和它这个色彩的锐度 层次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特别是在光圈全开的时候 它的这个色彩和解像力是非常的优秀 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拍出玄焦 虽然这个镜头它的定位是一个APS-C的一个残浮头 但是58毫米这样一个残浮头 基本上等同于接近90毫米 所以比较适合户外的这个人像的摄影 虽然这个镜头拍出来的照片它的这个色彩啊 包括有一股很浓的德国味道 但是它的几个缺点就是 首先那个时候是没有数码单反或者电驱动的相机 当然你是一个和我一样比较喜欢玩手动的话 其实无所谓 但是我要吐槽的就是它的这个对焦实在是太慢了 有些时候还会出现轻微的跑焦 我不知道是它这个镜头本身设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缺陷 还是说因为历史的原因时间太长所以出现跑焦情况 其次就是这个镜头虽然它的外壳是用全金属的材料进行包裹 但是它的工艺真的还是差了一点 当然话又说回来毕竟这是一个300多块钱 我淘到手600块以下这个价位 我觉得如果你要买一款定焦能像镜头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都是玩这个微单相机的话 再配上这样一个镜头 它的这个可玩性又大大的增强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 关注我关注我一定要关注我 那就这样了拜拜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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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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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